请听第三种生意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季慧荣 最近台湾非常冷 雪量也创新高 到底会不会再冷下去呢 大家都很关心 其实2011年是全球延续极端气候 那台湾会不会是一个高危险地区呢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 今天就让我们来关心这样的议题 首先来看一个VCR 雪白的冰线把树枝包了起来 镜头往后一拉 整片树林都变成银白色 宜兰太平山上下起大雪 路上全部白茫茫的一片 到处都是积雪 很多民众都赶快上山赏雪 有人用铲子堆雪人 小朋友则是手脚并用 玩得很开心 路边都是大大小小的雪人 这一波强力冷气团 让雪大到还必须出动怪手来铲雪 车子也必须装上铁链才能走 而除了太平山 桃源的拉拉山也一样飘雪 所有看到的地方都被雪给覆盖 左边的树林 右边的山壁 同样白茫茫的一片 难得的景象 也被民众用手机记录下来 虽然水很冰 但渔民忍受手都快冻僵 还是忙着从渔温里捞起冻死的湿木鱼 一尾一尾捞上来都翻白肚 渔民看了好心疼 因为心血全泡汤了 养殖这些湿木鱼的渔温 因为水池比较浅 水温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 这几天寒流来袭 每天清晨温度都只有六七度 湿木鱼受不了这么冷的天气 就算渔民紧急抽地下水 帮水温加温 还是抵挡不住寒海 渔民满脸忧愁 因为它的渔温里 九成的湿木鱼全都冻死了 好 其实极端气候延续到今年 台湾就变得很冷了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些来宾 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要介绍的是气象专家 于川芯 于主播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台大土木系教授李鸿源 李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台师大环境教育所的所长 叶新成叶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大家看到台湾最近 这个下雪了 甚至在阳明山的地方 还下冰线 这真的是蛮奇特的 不过大家很关心的 是不是会不会继续冷下去 我们来问一下 于主播 因为好像下礼拜 还会继续冷 对不对 以今天的温度来讲的话 比昨天稍微回升了一点 回升跟回暖不一样 回暖至少要22度以上 我们才感觉比较暖和 回升的话 你说2度回升 3度的话只有5度 5度还是蛮冷的 在今天各地方的温度来讲 比昨天回升了将近2到3度之间 但是明天后天又一波冷气团来 明天后天的冷气团会比 现在这波要来得强 强到哪里 也就是最低温度在西半部地区 大概预计是在9度 也就10度以下 到目前为止 虽然气象局还没有发布低温特报 它只要低于10度以下 气象局就会发布低温特报 因为这波冷气团大概要从明天 中午开始慢慢才会接近 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会最冷 明天应该会有低温特报的 这个在我们在网路上大概可以出现 就这一波的话 冷气团它可以一直持续大概三天 这波冷气团它也是湿冷 大家说问 这波冷过了以后还会不会有 还会有 因为在1月份来讲是全年当中 平均气温来讲是最低的 那2月份是有点 就是平均气温2月份是比1月份来的低 但是不表示2月份都是会回升到 我们觉得很暖的 因为2月份的温度来讲还是比较偏冷的 因为今年来讲北半球都是一个冷冬 其中包括台湾地区 所以台湾地区上一波冷气团已经下了雪 同时在温度来讲的话也蛮冷的 从元旦开始到现在大概是五到七天 就有一波冷气团接近台湾地区 这个冷气团每来一次呢 它温度都会下降一点 有的地方会下雪 有的地方会下雨 有时会下雪 有时会下雨 中间这会有差距的 所以一直到过年以前 到3月的时候都会冷 到3月以后才慢慢会回暖 才开始回暖 所以目前到2月底到3月初 仍然有一波一波冷气团 而这冷气团是五到七天就有一波 如果你到大陆现在更冷 莫斯科现在的温度 就是今天现在白天的温度是 就是贝加尔湖附近 也就是外蒙古附近 包括内蒙古附近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46度 蛮冷的 我们的冷空气完全从来源源不断的 接近台湾地区 所以那个冷空气不结束 我们的冷气团也不会结束 所以到过年的时候就是冷的 还会冷的 还会冷 过年大家要准备多一点的外套 不过我再想请教一下 因为最近杨明山下那个冰线 那个线这是一个雨在一个散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冰雹又要更怎么样的 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冰线 冰线跟冰雹不一样 冰雹是整颗是变成一个冰 它比较结实 那冰线的话就是 原来一个小水滴增加以后 遇到冷空气马上冷却 这个小水滴就是变成 外面这个结冰还没有很结实 那如果是冰雹的话 也就是在空气不稳定当中 这个小水滴变成大水滴 完全在空气中上上下下 一直上上下下 到最后它没有办法 浮在空气当中以后下下来 就是冰雹 冰雹有时候很大 有时候很小 但是冰线的话 它中间是脆的 是比较有弹性的 一下下来它就会弹掉 中间也就是说暖湿的空气 遇到极冷的 暖湿的那个空气 遇到极冷的冷空气的时候 它马上凝结 凝结起来以后 它还没有很结实 这个就叫下冰线 我们在上一次 就是阳明山最容易下这个 那像那个冰 有一种叫做冻雨 有一种冻雨 在台湾来讲还少见 如果到云贵高原 是常常下 大概十分之三就会下 过年这段时间 前几天也下了 冻雨是在空气中的过冷却水 它都是低于零度 西四度以下 这种雨的话 是非常跟下雪完全不一样 这种冻雨的话 它受的灾害 会比下雪要来的短暂而急促 因为它一下下来就是冰块 路面上马上结冰 你下雪是慢慢慢慢结冰 你有时候还可以走 车子还可以走 可是冻雨下下来的话 就马上结冰 你车子就马上打滑 电线外路外面的电线 就马上重力加速度 有的就会断掉 所以变成交通通信 马上会受到影响 所以两种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我们在谈 今年冬天为什么那么冷 其实我们也看到 全球都是一个极端气候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 那就是灾难也产生 包括我们看到澳洲的昆士兰 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整个city 就是整个城市都泡在水里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巴西也是有土石流 那在这么多的灾难里面 我们再看说史上最高温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十年有八年是进榜的 我们看一下 2005年是第一名 然后我们一直看 这十年有八年是进榜 就是史上最高温 那可是又低温又高温 这种就是极端气候 从2010年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以我们也要问一下 徐教授 你在看这个最高温 是不是会影响全球 会有更多的灾难 当然你刚刚讲的 这个一百多年来 这个破纪录的高温 其实最近的资料是去年 是这一百多年来最热的一年 所以现在变成说极端气候 已经变成常态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警觉的 那我们去看看像两年前 三年前的莫拉克 事实上在我们的水文分析 它可能是2000年才会发生一次 这个纳利台风400年 它的降雨400年才会发生一次 这个乡神台风200年 这个赫博台风的降雨 它有可能1000年才会发生一次 所以假如你相信统计的话 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是它就是在这么短短的时间 全部发生了 所以现在我是觉得 世界上各国的政府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 你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状况下面 做出最佳的决策 那这就是需要智慧了 就是说明年我们不知道 它会来几个台风 它会不会再像莫拉克一样 有这么大的降雨 还是它有可能就是 根本两三年不来台风 那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 这个就是世界上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也是科学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其实所谓的极端气候 就是很多就是非常久 然后突然来一个灾难 而且这个灾难是 我们过去比如说气温突然很高 然后这是百年难见的 那以后的极端气候 有人预测说 过去是百年才一次 那现在可能二十年 就会有一个极端气候年 那这个真是令大家很担心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国际 到底是多恶劣的一个天气 滚滚洪水将车辆冲走 小飞机毫无用武之地 被大水围困的民众 纷纷爬到屋顶等待救援 澳洲东北部昆市南省 遭逢半世寄来最严重的水患 首辅布里斯班西部城镇 土文八 10号在好雨过后 惨遭大水吞噬 市区积水达两公尺高 救难人员触动直升机 进行抢救 现象缓升 这波大水来得又快又急 河水瞬间暴涨 除了防污和车辆 残遭泡水或被冲走 还导致8人丧命 72人失踪 澳洲最近洪水泛滥成灾 淹没面积一度超过 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 超过20万人受灾 农矿业都停摆 估计经济损失达到60亿美元 死亡人数攀升到18人 有关当局担心的是 大水接下来恐怕会像 有200万人口的布里斯拜蔓延 一场天后也在美国南部发威 很少下大雪的亚特兰大 10号积雪达到10公分后 记者在结冰的马路上 简直可以溜冰 原来从极圈南下的寒流 碰上墨西哥湾的水汽 导致路易斯安纳州到卡罗莱纳州 变成一片冰雪世界 有的地区积雪甚至超过20公分 公路上因为积雪结冰打滑 撞车意外频传 全球最繁忙的亚特兰大机场 也有2000多架航班取消 包括路易斯安纳州等四周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这些地区不常下大雪 有些城市连铲雪车都没有 有关当局不敢掉以轻心 各级学校也都宣布停课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极端气候 那最近很冷 在美国有50周里面 大概只有一周没有下雪 其他都下雪 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以前的南部 美国的南部是很少下雪 今年积雪20公分 这个是什么现象 我们就要来问一下 李教授你看的这个积雪 是不是也是一种极端气候 这个对 因为积雪在我们来讲就是下雨 其实我们刚刚看那个这个Australia 澳洲的这个水患 其实我们的莫拉克的水患 比他们严重 严重多了 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势比较陡 所以我们水退得快 它比较平 它水退得慢 那我们的不管是所有的损失 我们跟它比起来 我们都比它严重 比它严重很多 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过去呢大概每19年 我们才会发生一次水灾 现在每两年会发生一次水灾 过去每17年会发生一次旱灾 现在可能每9年就会发生一次旱灾 所以我们现在学我们这一行的人呢 现在很困扰 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200年频率洪水 200年频率洪水理论上每200年发生一次 现在可能一年会发生两次 就是说现在变成说 整个的东西都不可靠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刚刚回到我刚刚讲的 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我们还有办法生存下来 还有办法让大家不缺水不淹水 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